祥太原以为自己会一直当阿智的帮手 毕竟他们俩的配合天衣无缝 随随便便就能从超市装上艺术包的东西回家 干完活他们还会去买几个可乐饼 为今天的晚餐夹菜 只是这一天他们回家的路上 又看到了那个被关在阳台的小女孩尤里 尤里穿的单薄在阳台上冻得瑟瑟发抖 阿智不忍心就把尤里带回了家 和祥太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家人 年迈的奶奶啰嗦的信带 还有一个姐姐亚继 一家人虽然偶尔会有伴嘴 却都不离不弃地相互照应着 奶奶发现尤里身上到处都是伤口时 她说这是跌倒撞倒的 但几个大人心里都明白 尤里的伤是被她父母打的 吃过晚饭阿智和信带送已经睡着了的尤里回家 可走到门口刚好听到尤里父母的争吵 那一句我也不是想生才生的 格外刺耳 原本一心想送送尤里的信带沉默了 随即把尤里带回了家 第二天清晨 阿智在天微亮的时候就出门了 平日里阿智在一个建筑队工作 下班后才会和小太一起干另一份活 而信带则在一个洗衣店上班 偶尔会从客人的口袋中找到一些小东西 这成为了信带和姐妹的乐趣 亚继也是有收入的 拥有良好外星的她在风俗店工作 而家里年纪最大的奶奶 则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抚恤金 想太还太小 本应该是去读书的年纪 却只能配合着阿智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但她并不在意 还说只有不能在家里学习的人才需要去学校 总之 大家都在为支撑着这个家而忙碌奔波 可就在这时候 阿智工作摔伤了腿 导致她只能暂时在家里休息 但阿智并没有因此消沉 反而和想太有理打起了配合 去偷鞋更值钱的东西 虽然多了一个帮手 但想太并不高兴 觉得多力有理反而爱手爱脚 但阿智却不这么认为 反而更高兴一家人可以分工合作 想太听完却是气愤的跑开了 到了晚上还没有回来 有理担心的坐在门口等着 阿智却像是早知道想太在哪里 很快就找到了他 父子俩难得说了会儿话 眼见祥太消气了 而只想让祥太喊自己一声爸爸 可祥太却别扭的不愿意说 日子就这样吵吵闹闹的过去了 两个月后 有理突然出现在了电视上 原来有理失踪的事情 被幼儿园的园长发现了 随即被爆上了电视 大家心中担忧想把有理送回去 可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有理已经融入了这个新家 不想再回到原来父母身边 信贷顺从了有理的意愿 帮她把头发剪短 画了一个新的名字 小李 为了彻底改头换面 奶奶和信贷带着有理去买新衣服 但有理却真人惊惊不想买 原来以前有理被打后 母亲就会帮她买衣服 在有理心中买衣服 就代表着疼痛的到来 听到有理遭遇 信贷很是心疼 她带着有理把以前的衣服烧掉 还告诉她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打他骂他 而是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 似是想到了什么 信贷的泪情不自禁地落了下来 祥太自从接受了有理后 便时常带着她外出偷东西 小卖部的老板 其实知道祥太的行为 却从来没有戳穿 只是规讯祥太 不要教妹妹这些东西 老板的这些话 让祥太陷入了思考 她第一次开始思考 偷东西的对错 而在这个时候 信贷的工厂需要裁员 信贷的姐妹知道有理的事情 为了保护有理 信贷之后主动请求离职 失去了两个劳动力 这个家更加劝空潦倒了 好在大家还是一如往常般 打打闹闹 驱散了经济拮据带来的苦闷 他们还一起去了海边 几个年轻人在岸边 踩水塌浪 而奶奶则远远地看着 默默地说了句 谢谢 若是没有这些人的存在 她或许就只能在孤独中老去了吧 没过几天 奶奶便在家中断了气 大家不敢把奶奶的事情 张扬出去 只好把她埋在了家中 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信贷仍旧会去领奶奶的抚恤金 而他们在家中 还发现奶奶存下的一点点私房钱 阿智信贷也毫不客气地拿出去用了 这些事情 祥太都看在眼中 她开始厌恶这样的生活 甚至不愿意帮阿智继续偷东西 某天下午 祥太带着尤里来到超市 尤里想和祥太一样偷东西 却差点被发现了 祥太为了保护妹妹 故意弄乱了货架 拿起一袋橘子就跑 超市员工追了上去 祥太无处可躲 只好从桥上跳下 结果摔伤了腿 警察来到医院调查 闻讯赶来到阿智 信贷却害怕地找借口逃离医院 当晚就打算收拾东西离开 可惜刚走出家门 他们一行人就被警察发现了 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 而真相也慢慢被警察挖掘出来 原来祥太一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信贷原本也在风俗店工作 和阿智联手杀了潜伏后离开 遇见独居的奶奶后 便搬进了奶奶家中 成为了奶奶的家人 奶奶的丈夫生前抛弃了她 和另一个女人结婚 生下了另一个孩子 结果这个孩子也抛弃原配 和另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 只照顾自己的小女儿 对原配生下的大女儿亚绩 不闻不问 奶奶便收留了亚绩 让她成为了信贷的妹妹 祥太是阿智在某次盗窃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祥太被关在车里 阿智救下了她 由于信贷不能生育 便把祥太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后来他们遇上了尤里 信贷和阿智便多了一个女儿 然而现在这几个 因为各种原因在一起的人 都得不分开了 奶奶的尸体被掘出来 信贷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罪 虽然大家没有血缘关系 但至少她付出的感情是真的 只是当警察问起孩子们 都称呼她为什么时 信贷却是气不成声 毕竟祥太和尤里从来都没叫过她妈妈 去了孤儿院的祥太 找机会和阿智见了一面 两人去看望了信贷 信贷把当时发现祥太的具体情况告诉了她 只要有心 祥太便可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祥太却对找到父母没有什么兴趣 她在阿智那儿过了一夜 像是真正父子一样 对雪人玩闹 晚上祥太亲生问阿智 他们那天是不是打算抛弃自己离开 阿智没有多说 许久的沉默之后传来了一声 嗯 第二天 祥太便乘车离开 离开前她告诉阿智 自己当时是故意被抓到的 反应过来的阿智跟着车跑了许久 她知道这一别或许就不会再见面了 可车上的祥太始终没有回头 等车开远了后 才转头看着窗外 嘴里轻声地呢喃了一句 爸爸 后来大家渐渐淡忘了这个小偷家族的事情 尤里回到了当初的家庭 她变得更加沉默 时常会到阳台边玩耍 有时候会趴在阳台上 似乎在等着阿智和祥太来接她回家 压迹有时候会回到奶奶的小屋 这里不再有欢声笑语 只剩下布满灰尘的房子 这个曾生活在万家灯火笼罩下的小偷家族 他们卑微求生 他们利益为先 他们手染脏污 可他们却用最纯粹的爱包容彼此 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那么珍贵 那么脆弱 在现实的碾压下 碎成孤零零的一片又一片 一片埋在土里 一片忍受风霜 一片深陷泥潭 还有几片在茁壮成长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是怪小妹 我们下期再见